嗨,大家好,我是杰杰,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去调弯富士山最美的地方 五重塔,看富士山 然后去一个很有名,很有趣的温泉 最后到香根的山岛 到日本最长的最高吊桥上 看日落时的富士山 好,下面随着我一起观光旅游吧 好,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三国第一山 富士浅尖神社 这里是眺望富士山最美的地方 所以来的中外旅客很多 这神社的正前方就是富士山 所以边爬山,边往后观察富士山 你到一个高度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非常漂亮 从鸟居中拍富士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Spot 好,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神社叫 新窗山浅尖神社 好 大概 好 dissip 这棵神树是育儿神树 它当中分成南北两棵 好,现在大家随着我上九重塔去 它有两条途径 一条可以爬坡上山 也可以走这个石阶 这个石阶总共有398段 这石阶被称为Sakura-ya-hime-kaidang 因为它这个院内种了有650棵樱花 边上山,边可以赏樱 是非常有名的 好,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五重塔 在山的很高的地方 红色非常鲜艳 与富士山对应着非常美 然后它有天望台 上天望台拍照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摄影 在山面 bleach 在回停车场的路中 在路面也看到了这个富士山和电车的线路 正好有一辆富士集行通过 这辆富士集行是从新树直接到五重塔 每天有两个往返 这辆电车是旅游电车 所以可以观光很多好的地方 以后有机会也想去蹭一下 下面在随我一起去一个温泉 温泉的名字叫Hotarakashi温泉 它的意思也就是不怎么修饰的 很自然 在这里分两个温泉 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 一个叫Hotchi no Yu 还有一个叫Hotchi no Yu 因为录温泉后就不能拍摄 所以先看完照片 再选择自己想看的景色 又测试Hotchi no Yu的路口处 左侧就是Hotchi no Yu的路口 洗完温泉就出来吃一个午餐吧 这里有一个传说中的咖喱饭店 让我们来品尝一下吧 非常好吃 像明店的咖喱饭似的 非常满足 非常满足 哇 这个鱼肉很棒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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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面是什么呢 颗子 嗯 在这里一边吃饭 一边观赏富士山 简直是一种享受 简直是一种享受 好 去完了温泉 再随我一起去进港的山岛 看日落石的富士山 好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Skywalk 是2017年建成的 是一个新的旅游景点 现在正好是4点40分左右 太阳马上就要西夏了 这富士山和这个橋 太阳西夏前的富士山 以及它的周围 都被太阳照得有点发光发红 这座吊桥全长 400米 是日本第一长度的吊桥 太阳静静的在准备西夏 大家也在静静的等在这一刻 非常非常美 现在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条湾 也是日本深度第一的 峻河湾 同时在大家面前看到的 也是日本第一高度的富士山 是日本的 一路 是日本的 真的 是日本 是日本的 是日本的 有点 好,看完太陽下山 让我来再走一条这条高度为70.6 长度为400米的吊桥吧 在一个景点可以看到三个日本第一 是很罕见的观光景点 感到非常幸福 到对面的山上去捕走吊桥 做这种缆车也行 但肯定要有一种胆量吧 这些是恐怖的 这些是恐怖的 哇 揺れてる 哇 走到对面山上 这里也有好多白颠 在卖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它全部五点半结束 所以我们只能看一下 以后再来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可以租借这种自行车 等等到里边森林去 专家各种别的活动 由于时间关系 也只能从这座桥上走回对面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旅游 马上就要接近五点半关门的时间 但是坐缆车的人还有 肯定是一种很刺激的运动 以后有机会也想来尝试一下 我们的規格 S컹 k battery 牛C 影片 insan ichte 龙 走向回去的路程吧 富士山顯得很寧靜 峰河灣和它周圍的住宅地區 顯得非常非常漂亮美麗 很棒 太棒了 在這裡還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和觀光的地方 以後有機會還想來一次 今天的旅遊的視頻已經到了尾聲 謝謝大家收看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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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023年 我還想去看好多美好的景色 有喜歡我視頻的請點贊訂閱 好謝謝大家 希望我們有機會再見 謝謝